澳大利亚以后人家发现 家门口台阶下面总是有很怪异的响动 起初以为是老鼠 但是怎么赶都赶不走 于是他们决定把木板拆掉 打开木板的那一刹那 一家人都吓傻了 木板下居然有几只刚出生的狐狸幼崽 总共有六只 这台阶风得严严实实的 狐狸妈妈究竟是怎么在这里生产的呢 难道是挖的地道吗 但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 却又绝妙的所在 现在正值冬天 如果产在野外 幼崽很容易被冻死 但是万一这家主人对动物不够友好 那对狐狸妈妈来讲将会是灭顶之灾 但幸好这是一家很有爱心的主人 他们没有伤害他的孩子 而是决定将幼崽还给他 主人准备了一个保温箱 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们从地板下面掏出来 小狐狸还没见过如此明亮的世界 都好奇地睁大眼睛 看着四周 主人小心地将六个小家伙放到保温箱里 并将保温箱放在狐狐狸妈妈经常出没的地方 事实上 在主人拿出狐狸幼崽时 狐狸妈妈就来过一次了 狐狸天生就是十分警惕的动物 在看到人的时候 它根本不敢靠近 当它发现保温箱时 也只是谨慎地盯着 在边上徘徊了一会儿 突然它听到几声细小的叫声 吓得往后退了几米 再仔细一听 似乎是自己孩子的叫声 狐狸妈妈必须要靠近保温箱了 因为它要确定 这里面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它决定从后面绕过去查看 往箱子里望了望 果然是小狐狸们 但狐狸妈妈 还是不敢贸然将宝贝们救出 因为孩子们才出生没几天 不会走路 它必须一只一只将它们叼出来 再运送到新的住所 它一边警惕地观察四周 以防有人靠近 一边不断地刨地上的土 也许这就是妈妈的天性吧 不能让孩子出现一点问题 它刨土是为了让地面变得松软 以免救孩子时掉地上受伤 确定周围确实没人时 它迅速地叼出一只幼崽 带着它去往新家 它快速地穿过一条街道 跑到一处树林后面 那里应该就是它的新家 几分钟后 它再次回来 拯救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虽然前面已经成功救出一只 但第二次 它还是十分小心地观察四周 确定安全后 才又叼出第二只 它一趟一趟地来回奔跑 一只 两只 三只 仿佛不知道疲惫 它只想尽快把孩子们 带到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 很快 六只幼崽都已经被顺利转移 但奇怪的是 幼崽都已经救走了 它怎么又回来了呢 原来是为了确保 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孩子 它又回来 确认了一次 在确认了周遭和箱子里 都没有任何遗漏后 狐狸妈妈终于安心地离开了 妈妈对孩子的爱 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 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 都是一样的 为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别说是冒险 就是失去生命 也不会丢下自己的孩子 主人也知道 自己能做的 就是不去打扰这些小狐狸 所以偶尔也会丢一些肉类 在门口 让狐狸妈妈叼走 这样既帮助了狐狸 也不会太近地 接触野生动物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 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 感谢观看